如果你关注宜家全球近期的营销活动和广告,会发现睡眠成为了一个重要主题,各个市场都在以这个主题做营销。 宜家英国最近在伦敦等地投放了一系列创意海报,主题为明天从今夜开始。 创意来自宜家英国代理商Mother London,将宜家的枕头、被子、床垫床单的商品设计成睡前用品的一部分。 比如由床垫组成的面霜、由枕头组成的褪黑素药片等,呼吁人们睡个好觉。 宜家将睡眠作为营销的重要一环,与当下睡眠经济概念的崛起有关。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,全球有27%的人口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。 麦肯锡调查数据显示,美国睡眠健康产业规模达到400亿美元,并以每年8%的速度增长。 此外,助眠保健食品品类也在扩大。 百事集团近日宣布将在12月份推出助眠饮料DraftWell, 其中添加了茶安分等助眠成分,帮助人们缓解压力,促进睡眠。 现在电视,记者陈颖言,整理报道。